人称亚洲神童的小布丁 凭借自己特殊的身材 已参演了多部电视剧的拍摄 并且将人物刻画得唯妙唯笑 他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让他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 不断扩展自己生命的宽度和厚度 掌声有请出这位幸福心愿持有人 小布丁 布丁正好 你好 来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小布丁 身高一米二 体重一百斤 来自重庆 介绍完毕 掌声鼓励 你是生长迟缓还是停止了 是小时候听我爸妈说 我七八岁的时候 跟同龄的孩子有一点点身高差距 然后就觉得孩子长身高是那么几年 暂时没管他 等到十多岁的时候 发现那个身高差越来越高了 那你现在是单身是吗 我结婚了 有几个孩子 三个 来 我们来看看他这三个孩子 来 掌声有请 我们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这是妻子是吧 对 大家好 我是小布丁的老婆 我今年29岁 我今年29岁 我来自重庆 我身高一米六二 老大 老大介绍一下自己 今年13岁 是 小布丁的大儿子 你老大 那是老二啊 老二比老大高那么好 来 老二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张彪 我今年11岁 我是小布丁的二女儿 老三 老三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张成 我今年四岁一半 我是小布丁的小儿子 你们家超生了吧 三胎还没放开呢 是不是超生了 因为这老大老二 是我跟以前前妻生的 然后感情不合嘛 离了坏 老大老二是上一段回事 对 这个小儿子 是我跟我现在老婆生的 我们说一下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12年 我在广安去演出 然后我是唱歌的嘛 她是跳舞的 然后我们就一起演出认识了 当时就当多一个朋友 多条路嘛 从来没有想过 就是说想跟她朋友 没有过那样的非分之想 想都没想过 因为那个是我出于离婚状态 我什么都没有 我还带两个孩子 所以说虽然工作中 我还是比较自信 但是生活中 因为深刻原因 在感情方面特别的自卑 所以出于这一点 我提的不 想都不敢想 但是平时聊天 聊着聊着 之前都是我找她聊 然后聊了几个月之后 她有一天突然 她找我聊了 她问我在干什么 我就心里很激动 然后我就 激动啥 我就很高兴 人家又没想说 又没说要干什么 但是我就在 反正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高兴 然后我就在想 是不是我们有那种 依赖了 一种感情了 然后这样就一来二去 慢慢慢慢就有感情了 你家人反对吗 反对 我老家也是四川打州的 然后当时我跟我妈妈说了 我们两个 我想跟她两个谈恋爱 然后我妈妈说 她怎么样嘛 当时她也不知道她的身高 我就说她个子不高 她想 当时我妈妈想的是 个子不高 可能跟我差不多 或者比我矮一点点 结果没想到是 这么 秀真心 对对对 爸爸妈妈都反对 她说你们走在路上的话 人家都会指指点点 会吗 会指指点点吗 会啊 有啊 关键还有一点 就是父母反对的原因 除了因为身高的原因 可能还有她结过一段 还带着俩孩子 那肯定这也反对嘛 对啊 对对对 对吧 但是我相信 她肯定会横讨丈母娘 欢欣欣的人 你是不是很有这种手段 第一次去他们家 我就说 我说这样吧 阿姨 你就给我一段时间 你来考验我 发现我可以成年的女婿 我们可以跟女儿 可以谈朋友的时候 你就跟我们说 然后因为我们也是 两地分居嘛 我在重庆 她在广安 我说如果你不同意 我们是绝对不会在一起的 还是做朋友 她说这样可以 这聪明啊 尊重她的意见 我问问老大老二吧 这妈妈对你们俩好不好 很好 就是在有一次 我们在老家的时候 我们老家是农村没有医院 然后在半夜的时候 我发生她把我送到医院去 把你送到医院去 就好 就好